大家好 趁着我这 现在吃夜宵的时候 给大家谈一件事 这是盘古大关 房地产交易真相的由来 这件事怎么回事 是在2002年的时候 大概就在非典那时候 非典那个时候 我在这个 西者门那 北京西者门那 有个机运大厦 那底下是中信银行 我在那一个叫中国债权交易中心的地方 给人他妈人体实验场打工 就一个月呢 挣六千块钱 他说进去以后呢 就有一大队复杂的这种 他妈人事斗争 残害我 我这就简直挣一个月工资都挣不着 这种还有人 当时呢还有人就是骗我 我一会连发案都吃不上 追到家来 逼我买这个中美大都不会的生理房钱 我连饭都吃不上来 连社会房钱都交不上来 让我买生理房钱 就像把我兜里钱 每分钱都给他搬去 往后呢 我还遇到一个叫什么 李盈儿的人 跟我进行婚姻展现 最后呢 他父母没办法 上我们家送了两包糖 也算赔礼道歉 又他妈的骗了我一 然后那点钱 他拿我的钱 给我买东西 那女哥要把我骗 实际上我一开始就很清楚 先听我说 我老婆在这儿啊 当时的这个情况呢 这里头呢 这里头这都是次要问题 这里头呢 这个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出现了 我还在说啊 在当时啊 还发生了 这个我受到迫害 然后在公路 在马路上 公路起身上 受到流氓威胁 后来北京市人民群众 把我跟一个人 跟一个 可能是国宝或什么 打起来 一个老头老太太劝我 说小伙子 你躲远点 别理他们 他们这帮人 什么都干得出来 这当时在公路起身上 我还受到人身安全威胁 当时啊 出了一件事呢 在这之前出了一件事 是什么呢 就是我那时候 我在首都经贸大学啊 就是李克强的老婆 那个带着去的 那时候我不知道啊 我在那上 那快递研究生班 我认识了一个同学 叫张宁 张宁是北京 一个大公司的 这个财务上的 这个经理 当时中国呢 正在搞什么呢 四大这个 资产管理公司 撤裂不养资产 而这个盘古大官 咱们原来是什么呢 他原来是一个 红二代 修现的一个浪脸 楼 你看到吧 就在开奥运会之前呢 有人呢 就很老的时候 就在这个龙王堂 就我住的一个地方 这个农村后来拆迁了 就在奥运 奥运区公园 那地方 就买了六五地 往后到旁边呢 修了奥 修了这个盘古 盘古 盘古大官原来的那种楼 他就是一个钢筋水运柱的 根本的没装修 他就是一个红二代 修完的烂尾楼 后来我一看呢 就在家门口 还有包括亚印村的名人大酒店 据说那是沈阳市公安局局长 他们弄的 是吧 当时呢 听说那也是精神不善 后来呢 我就动了动主意 我说行 这手的养本田的 这两个烂尾的东西 应该把它处理了 是吧 后来呢 我就联系了一下 我这同学张宁 找了一下 这个中国债权交易中心的 这个谁呢 他这个总裁 叫什么 姚景忠 这姚景忠后来 骗了南朝鲜 这八百万人民币 找了一下姚景忠 他还有一个副总裁 姓李 你明白吧 找了一个姚景忠 这姚景忠鼓吹的什么呀 鼓吹的就是 国有资产 私有化 实际上就是 公开号召各级官吏 有权势的人 抢劫过资产 干这 处理不良资产 以处理不良资产的名义 大肆抢劫了 那个时候 那个姚景忠呢 他那个时候呢 我跟他提了 我找我这同学 我没去跟姚景忠谈 因为那时候 我跟他打工啊 我找的这个 我这同学张宁 去跟姚景忠见了一面 他谈了一下什么呢 就说 这个盘古大观 和这个 名人大酒店 这个两个资产楼 能不能给处理一下 对吧 这个好买卖 这一看这地价 就不错呀 对吧 怎么会成资产楼呢 这是当时盘古大观的 真是什么 后来不就出现了什么 郭文贵和刘志华 你把他抢购盘古大观 那你把他这打成一场关吧 怎么来这个盘古大观 这就是 所以这个盘古大观 原来是个红二代弄的 然后后来呢 可能是跟我不知道 跟我这有没有具体关联 因为当时我要把这个 从这个抛售盘古大观 和名人大酒店过程中 我作为一个打工的人 我给人对份一样 我要拿一笔钱 我穷啊 没钱呢 这要挣点钱呢 我谁不想挣钱呢 就这么着提起来 这人民买卖 后来就听说 那刘志华和郭文贵 打起来了 就打起来了 这么争夺起来了 所以我具体情况 他们那部情况 我就不清楚了 这一开始盘古大观 是个红二代 留下的烂卫兜 留下烂卫兜 他以前都已经修好了 郭文贵接手的那个时候啊 他不过是到这来装修一下 装修一下 这是盘古大观 在原来的真实情况 真实情况 我现在呢 我本身我再一次 穿线大桥 是吧 也别就这盘古大观争了 咱干脆呀 就以烂尾楼当时 按照这个汇率计算 以今天当时烂尾楼的价格 按汇率计算 把它卖给川普啊 把它卖给川普啊 好吧 把这烂尾楼 坐在界面里 咱们送给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不就是搞这个 房地争开发呢嘛 对不对啊 咱看川普总统来怎么解决这个 盘古大观的问题 是不是啊 别这特务那特务 啊 这个 要跑到美国 这和那个 在国内有猴含懒叫 没意义啊 对不对啊 你们打那么欢 有什么用啊 谁来解决我和我 爱人喜悦的问题啊 贩卖人口 贩卖妇女儿童 活在这里 几块犯的反而来就行啊 对不对啊 你们在正盘古大观的时候 我在北京市的公共汽车上 正遭受国保流氓的人身安全威胁 我在公司里遭受惨不人道的 挨整脱汉 对不对啊 我他妈挣钱挣的都不够 三个月我还遭到婚姻诈骗 还敲骨精髓 用我的钱诈骗我 干嘛呢 有完没完呢 对不对啊 人们群众都看得严厉嘛 要上公共汽车上殴打过嘛 对不对啊 这是这个事情的来历 所以那原来是个红二代的烂百龙 在同时期呢 还有人在龙王堂的地方 就在奥亚林平港公园 早已经买了六十五地 他们早就要计划了 对不对啊 官官只不过到这包装一下 搞点豪华正修 对不对啊 所以这楼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共产党自己心里清楚 我作为当时提起这件事 我带子提 咱干脆由川普 像那川普大厦一样 咱由川普来得起 那川普就干这个了嘛 对不对啊 川普给协调解决一下 那只有我的钱 我们的受迫害的问题 那川普也应该一并给解决呀 我们说这个川普和习近平 要到乾隆书房喝茶 哎 正好我觉得 把这盘古大观 就会作为见面礼 当个北京的金八件一样 送给这个川普总统 对吧 我一老百姓 我没见过别的 我只见过金八件 送给这个川普总统 好吧 让川普总统看着办 对吧 一个是我们的问题 我和我老婆的问题 我们家族的问题 还有个郭文贵的问题 对不对 还有一个他刘志华的问题 你刘志华当时要没错 你也不能这么弄人 对不对 还有这个 王岐山他们乱七八糟 跟这个争端的问题 对不对 这事不是都搞清楚了吗 对不对 那我们的钱呢 我们的钱呢 我们遭受的迫害呢 酷刑的迫害呢 我当时有人要欧档我 我赵谁惹人了 在公企业里要欧档我 都会被人民群众的圈看 对吧 所以我希望啊 川普总统 接受了金八价 您干脆我建议 就以当年烂尾楼的 郭文贵接手的价格 按可比价格计算 拍给川普总统 让他来协调 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真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对吧 你与其在乾隆出书房那 五逆犯上 你不如拎好这金八价 少喝点普洱茶 中国的普洱茶 据说寒毒 寒毒比较高 还有这个 极其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毒 那个 金属 重金属 所以我觉得还不这样 给川普总统那金八价 谈谈那盘古大观吧 对吧 往往是一个毛主席嘛 乒乓买交嘛 一个小球 推动世界嘛 对吧 咱就以旁古大观的金八价 来谈一谈 就张扬为什么遭受这种破案 张扬为什么遭到人身安全威胁 张扬为什么遭到了婚姻诈骗 对吧 张扬为什么要被强迫 根本买不起的商业保险 张扬为什么最后搞得差点家破人亡 咱们把这事谈清楚 你郭文贵也得有个交代 你别跟郭宝胜的谈什么法律 您谈什么法律 您要谈法律 我想问你一样 我当年怎么受到人身安全威胁 你郭文贵怎么拿到这大厦的 郭文贵你想想 我跟你说一句话 在北京这四九城这边上 你个郭文贵 就站在这盘古大观那 你不觉得自己头晕哪 你不觉得天选地乱的 就以您的身份和金脸 对吧 你跟谁在西方关系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我当年就是这种状况 我当时找了张宁 我再跟他说一下 找张宁想把名人大酒店 沈阳市公安局长 去说精英不差 那怎么办呀 帮人解决经济问题 我这帮人家 往后这烂白龙 趁着给他骂了我挣点钱 对吧 对各方挣点钱 最后出现了这个问题 到最后我们差点家谱人忙 你郭文贵做何解释 对吧 你跟郭文贵说 谈什么法律呢 郭文贵 包括林冠城 可是我保住你们俩 待在美国的 我让你们俩回国的一句话是 你信不信 你光会说你该说的 做你该做的 你别跟我忙我其他的 我让你待在美国 让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吗 你放老实点 你长得杨红兵什么呀 老酒鬼 张明什么呀 混沌猴 郭宝证什么呀 干净工啊 你干嘛呢 你找干净工啊 采访什么的 你有毛病啊 是吧 你光会是精神作乱了 还是怎么着啊 你说你该说的 你五哥为什么被处理呢 你干什么了 你光会别在那装算 你干这儿了吗 好 我这头说的怎么着 谢谢